所谓真正修行 这修佛同修必须要知道 在哪里修 六根在六成境界上修 离开境界 你往哪里修 那不是真修 真一修 修在境界上 延安建设 在这个时候就练 练功夫 不着想 不执着境界想 不执着有母 有境界 这个功夫得了 精刚经上讲的 修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首宰相 小乘仁修 大乘仁修 破四界 不是四相 四相 粗 四界 维系 就是没有这个念头 精刚先生 叫剑 剑就是你的 看法 你的想法 无我剑 无人剑 无动身剑 无受得剑 没有分别 前面是破支柱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中身相 无受得相 是破支柱 后面是破剑 剑是念头 根本念头不深 那眼睛是 见得清清楚楚 没有我见 也没有我所见到的 境界相 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所见的是虚妄 能见的也是虚妄 能说都是虚妄 都不存在 所以 见色闻神 如如不动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是会 自信本具的智慧 如如不动是大定 那会能大使开悟手 和其自信 本无动摇 心没动 没有摇晃 如如不动 大定 自信本定 看得清楚 听得明白 那是自信本具的 薄弱智慧 所以 三界诸佛 统统不起 它不起作用 这叫功夫 成就 不动摇智慧 我 不动摇智慧